最近,一位来自底层的平凡大叔在各个平台走红 这位开着六挂卡车,奔波在路上讨生活的长途司机 凭借着朴实又温暖的日常视频,圈粉60多万人 还吸引到年轻制作团队的注意 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纪录片 感动了无数网友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一位姓王的卡车司机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常年奔波在路上 经常几个月都不回家 生活艰苦又孤独,但他的内心富足 因为陪着他跑长途货运的 是三只住在卡车上的猫咪 镜头里,王师傅一个人沿着公路一直开 仿佛孤单到没有镜头 他的身后,有一个可爱的猫咪上下铺 每只猫都有自己的专属床位 车子颠簸,但三只猫猫睡得打呼,呼噜呼噜的 这辆卡车,仿佛是猫咪的移动城堡 小小的空间,却是一个温暖的家 前方是艰辛和风雨,后方是安定和支撑 住在卡车上的人和猫抱团取暖 这样治愈的画面 瞬间打动了无数网友 中途休息的时候,人和猫一起下车放风 大叔怀里抱着一只 肩上还站着一只一身的猫猫 路人看了嘖嘖称奇 你这猫真听话 路人抱着孩子,大叔驮着猫 一个六娃,一个六猫,画面灰蝎逗趣 大叔吃饭的时候 猫猫蹲在凳子上乖乖等着 逛超市的时候 猫也不乱跑,特别懂事 有人好奇搭讪 问大叔和猫是从哪里来的 平时住在哪儿 大叔就幽默地说 住德龙大旅馆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德龙是附近的一家旅社 但其实,德龙是闪气卡车的品牌 回车上的时候 大叔只要一声令下 三只猫就会训练有素地排队上车 大叔说睡觉,猫咪就自觉回床上躺着 甚至还会扔自己的床位 各归各位,互不打扰 安逸地等候发车 比养狗还听话 原本,大叔的两个儿子都跟他跑过车 但这两年货运行业惨淡 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年轻人都改行了 大叔算了一笔账 跑一趟的运费是7200元 请人盖雨布,收雨布300元 高速收费3069元 路上吃泡面12元 邮费600身心号,719元也就是4314元 有时候简直白忙活 普通人挣点钱真的太不容易了 大叔说 像我们跑车,形形色色的事都能遇到 比如卸货的时候 装卸工跟你要水喝 有时候水买不对了 他们还不 高兴,这个人要喝啤酒 那个人要喝饮料 到处都给走难题 你要是没有干过这个 光这个气你也受不了 生活扑面而来 你只有保持行走 幸好 大叔在低头赶路时 遇到了从听而降的小猫 2020年8月28号 这大叔对每只流浪猫的来历 都记得清清楚楚 大叔在无疆卸货时 刚好看到福宝在垃圾箱上找东西吃 从此 大叔枯燥的行车生活中 有了一个伴儿 2021年5月24号 在紧隔一条河的垃圾站 小白看到大叔抱着猫咪路过 直接奔着他就跑过来了 外面过不下去了 他跑来求救 小小的一只 顺着大叔的裤腿往上爬 赖上了这位心软的身 2022年5月19号 大叔在中山卸货时 又碰到了小梨 瘦得皮包骨 走路歪歪斜斜的 眼看就快不行了 当时 大叔眼泪都快出来了 忍不住又救下了这只小猫咪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他想为小猫撑伞 大叔以前也没打算养猫 因为车里的空间就那么一点而大 但是一个人的旅途 有猫猫陪着不至于太过孤单 也能排遣寂寞 一次偶然的机会 大叔忙着卸货 让猫咪下车玩会儿 发车前喊他们排队上车 结果这个视频突然就火了 连带大叔以前拍的各种猫咪视频 流量集体暴涨 那时候 有人说大叔养猫是为了蹭流量 关注他的车友们说 你是开车呀 还是养猫呀 我们取关了 好在大叔看得开 他说 取关不取关是你的自由 没事 我养几只猫咪 分散注意力 拍拍猫咪 省得惹得心烦 最少关注大叔的一万多车友粉丝 跑得都差不多了 但没想到的是 随后涌进来的新粉丝 却已经超过了60万 大叔在城市里最肮脏的地方 捡到三只田园猫 把猫咪当孩子 给了他们一个家 开车是为了生计 养猫是为了生活 开车和养猫有什么冲突呢 生活又不是只能做一件事 现在 每只小猫都有专属名牌 都被大叔照顾得很好 住着三层小猫树 当年受的风吹都难倒 现在被养成了三只彪悍的小老虎 堪比转世投胎 成了网友们口中的平安猫 招财猫和顺风猫 大叔的驾驶座破破烂烂的 但给小猫做的窝 却整洁漂亮 用有限的经费 把猫咪打点得妥妥贴贴 车里有猫咪的贴纸 仪表盘上还插着豆猫棒 剪指甲用的 也是专业的猫咪指甲剪 可以看出来真的很在乎猫猫了 所谓的网红猫 完全是大叔 一点一点细心照顾出来的 大叔跑车经常没时间吃饭 去晚了货就没有了 只能等抢到货了 才能泡一碗面对付一下 有的时候开到泄货地 没热水甚至连泡面也吃不上 但他却时刻为猫咪们 背着猫粮冻干罐罐 人和猫猫一起吃饭的时候 车窗外天是昏暗的 雨是湿冷的 但车里的灯光是暖黄的 猫咪们的毯子是粉粉的 车外的阴冷和车内的温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叔说 自从养了猫 只要出车就再也没住过一次旅馆 人家也不让带猫 在车上确实是个累赘 但是我跟他们发过誓的 绝对不会骑 养他们的 所以猫咪也懂我的心思 跟我接触比较多 把我当成一只大猫了 大叔和猫猫待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比家人还久 自从有了猫 它的脸上满是治愈的笑容 这个猫咪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如果它发现你不说话 到车里睡觉 或者坐那里不动了 它就会主动过来蹭你 感觉好像安慰你一样 猫猫可能不知道家 为什么常年在移动 它只知道自己的主人很累 它们要乖 三只小猫咪知道大叔很不容易 所以才特别听话吧 这些猫咪在大叔的宠蜜下 走南闯北 每天上车睡觉 下车尿尿 到了景点去拍照 行程轻松打败 全国90%的人 很多人去过的地方 还没他们多 每一只胆子都很大 训练有素 通人性 都会趴肩头 可以跟着大叔出门探险 散步荡秋千 下馆子逛超市 都是见过大场面的 一看就很幸福的小猫咪 现在 网友们亲切地称呼大叔卡车猫王 不是称王称霸的意思 而是开着卡车 养着三只猫的王大叔 众生皆苦 但猫是人类的情绪疗愈师 可以治愈孤独 大叔和三只小猫 正是一场感人的双向救赎 把这么苦的日子 过得云淡风轻 让无数人看到了生活中 平凡小事的美好 琐碎爬进生活的缝隙 猫爬上肩膀 大叔扬起憨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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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点赞,订阅点赞,订阅点赞,订阅点赞